我们跟他们交接 用什么做标准 这两句 己所不欲 无始于人 我自己不愿意 别人嫁给我的 我就不可以嫁给别人 我不愿意别人毁谤我 我就不可以毁谤别人 我不愿意别人批评我 我就不能批评别人 这很简单 齐心动念 言语造作 先要这样想想 我应不应该起这个念头 应不应该说这个话 应不应该做这个事 行由不得 我们现在讲的说 好心 我讲个很简单的这个例子 你好懂 我们好心 做的好事 但是我们对的果报相反 自己还要受灾受难 谁的故事呢 不是别人故事 是自己 反求助己 不要怪别人 不要怪别人 别人没有错 错在自己 对身虽然没有错 前身有错 这将果报 我今天做的好事 为什么还得的不好的报应 你可不要灰心 这个不好的报应 与之来世果 今生做这事 你还想我来世于什么果 我这一生所做的就是 我这一生做的好啊 来世的果好啊 这一生虽然做的很好 果报不好 过去深圳做的硬不好 如果能想到这 心就平了 不会冤天又人呢 反求助己是真学问的 真功夫啊 绝对不能怪人 别人没错 我在过激下 参加这个过激和平会议 我说这个会议 这个会议开了很多次 为什么世界还不和平 我们的观念错误了 错在哪里呢 一切都是我对 你不对 我跟参加大会的同一 这些同事们的时候 我就告诉他 这个观念错误 我对你们都不对 这是什么 制造冲突 怎么能化解冲突 制造冲突 应该怎么样呢 应该是你对我不对 每一个人都是 你对我不对天下才别 问题就化解了